人啊,看不惯你,他会这样做 一个人如果看不惯你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能给你挑出次来 他对你就是不满意 无论你做什么 看不惯你的人,更不会去尊重你 尊重你,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觉得他想对你做什么是他的事 完全不惯你的事 他更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看不惯你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任性 他就是这样子的,让人感到窒息 如果你控制自己控制的不好 这就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让他得意 所以,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的冷静 不要让对方的行为恼怒到自己 你看不惯你就看不惯吧 反正你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反正我谁也不欠 有着这样的坦然心态,谁都不怕 有句话是这样子说 你越怕,怕不完,只有拥有一生的正气去面对 你才能够拥有一个坦然的未来 所以,一个人看不惯你的时候 你要么就走开,不要放在心上 要么就视而不见,管他呢 想那么多做什么 我不快乐了 正中他下怀 人生在世,有看得惯的,也有看不惯的 这就是世事难料 一 对你做的事 鸡蛋里挑骨头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 虽然你是秉着热情的态度去做事 但是你受到的反而是对方的冷眼旁观 冷嘲热讽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满意 他觉得你根本就做不出令他满意的事情 他对你的人不满意 对你做的事不满意 所有的事情,在他看来 都是多余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因很简单呀 就是因为他对你不满意 他就是看不惯你 他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 只有你动怒了 只有你动气了 他也就是开心了 很多的时候 这种行为很能够惹到我们生气 但是我们生气又有什么用呢 既然如此 你越是要让我生气 我越是不生气 你越是让我动怒 我越是不动怒 我就是不让你得逞 你是你 我是我 对于你的伤害 我会有选择性的选择反击 人生本来就无常 何必要为你的任性而买单 对于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人 能远离就远离 能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眼不见 心不烦 反而落得个清静 人看不惯你的时候 首先学会保护好自己 那才是最重要的 二 你做的事 背后使坏 有很多时候 明明你做一件事情已经做好了 但是它就是要从中插一杠 把你做好的事情重新又弄坏 很多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是真的很无语吧 也很无奈 然后是非常的生气 如果自己是这种心理的话 那自己肯定就是着了他的道 那也就输了 其实很多时候吧 表面上是和和气气的 实际上 肚子里一肚子的坏水 给你背后使什么 坏你都不知道 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首先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凡事当断则断 不断则乱 然后想想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还击 才是最有效的 才是最有必要的 很多时候 我们输了 我们败得一败涂地 并不一定是其他的原因 有一定的原因肯定是 就是败在了情绪上 有些人 你越恼 他就越高兴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动声色 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能够震慑住他 所以 遇到看不惯的你的人 学会冷静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做到既不惹怒自己 却能惹怒他 自己还不吃亏的办法 三 常常指桑骂怀 对你不满意 生活中 常有这样子的人 常常对你指桑骂怀 其实说白了 就是对你不满意 你的存在 好像构成了他的威胁 所以他 无时无刻地不在 想着办法 想着办法能把你干掉 有时候 他气撒不出来 他就指桑骂怀 他就想着能够解一解自己的心里的怨气 或许有一定情况上 他并不是正面想要和你搞遭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就喜欢这样阴阳怪气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搭上他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引发一场大战 如果你不顺利的话 那你就有可能败于下风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如果自己能忍得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跟他理会 没必要去在意 你说你的 我就当没听到 我就把你当空气 我就让你无可奈何 我就让你自己生你自己的闷气 到最后 他自然也就没办法了 他自然也就憋了 自己的气当然得自己受了 所以 当一个人看不惯你的时候 对你指桑骂怀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正面回击 学会以柔克刚 让他自己原形毕露 让他自己自残行贿 我们能做的就是 静观其变 四 和他的亲戚朋友 背后说你坏话 有时候 身边有人要干掉你 他除了让你过得不开心以外 他还要联合外人一起来对抗你 很多时候吧 他又要让你觉得 他是真心的为你好 但是 他又不和你正面撕破脸皮 他就想着 能够有第三个人 能让你自己承认错误 这个时候 往往的他的身边的亲戚朋友 就成为了他的同谋 他可能会在背后光明正大的说你的坏话 但有没有 可能传到你的耳朵里 那就看机缘了 其实 他可能也挺憋屈的吧 他就是想要把你的不好说 给他身边的人听 他就是想要他身边的人和他合伙起来 一起对抗你 其实 这种情况呢 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 不去理他 但是要知道他的真实意图 这样子 才能够静观其变 如果说 这个时候 你和他撕破脸皮 那是极其不明智的 他还有一堆人 你只有一个人 那肯定是输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 该忍则忍 该尽则尽 进退有度 不难坏事 所以呀 一个人看不惯你的时候 他会做尽各种让你难受的事 各种让你难堪的事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你不开心 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如他的愿 让他自己着急 让他气急败坏 让他自己生他自己的闷气去吧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 一切自会真相大白 一 守故事周六午后 阳光正好 我去乡下老家看望爷爷 在爷爷住的老院子里 来了一位客人 他正和爷爷 坐在一棵 和雀花树下品茶聊天了 见我来了 爷爷很是高兴 他就招呼 我陪这个客人喝茶 自己进屋 去烧水了 这个客人 和爷爷是顾交 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 他告诉我 刚才他聊到了 我以前的一个伙伴大春 老人说 大春前几年发大财了 可是却因为没有守住自己的家业 现在 颠沛流离 有家难归 家庭陷入了衰败之中 实在可惜呀 我赶紧询问原因 七十九岁老人叹息说 一个家庭的衰败 往往是因为家里常来这几个人 大春就是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啊 那么 老人嘴里的这几个 会让我们家庭陷入衰败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呢 二 第一个人 吃喝玩乐的胡鹏 七十九岁老人说 都说发财容易守财难 一个家庭 在进入发达期的时候 很容易遭遇这个问题 像大春这样的人 在自己家庭进入兴旺发达的时候 却没有好好抓住兴旺的运势 去继续努力 而是一门心思花在吃喝玩乐上面 于是 他的家庭就经常出现了一些 喜欢吃喝玩乐的狐朋狗友 这些人 每天跟着大春参加一些酒局饭局 把大春吹得神乎其乎 当然 最后的结果 也都是大春买单了 渐渐的 大春家庭的经济 就因为过度吃喝 而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三 第二个人 贼没鼠眼的损友 79岁老人说 大春的家庭在发达之后 家里不但有很多喜欢吃喝玩乐的狐朋 而且 他的身边 还冒出了不少贼没鼠眼的损友 俗话说 相游新生 这些人 张头鼠目 平时和人交谈 总是目光闪烁 似乎有一门的鬼心思 这些贼没鼠眼的人 常常来到大春的家里做客 总是一个进的鼓动大春 跟着他们去投资 而大春在他们的唆使下 也就不明就里地投资了很多 钱财到一些项目里 结果 这些项目 大都是嘴皮子公司 大春几十万血本无归 他的家庭 就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了 四 第三个人 铤而走险的伙伴 79岁老人说 大春生意发家 靠着是和几个伙伴的通力合作 不过 大春在发达之后 却抛弃了原先的合作伙伴 另外找了几个新的合作伙伴 这几个新的合作伙伴 经常来大春家里 和大春一起设计新的发展方向 这些经常来大春找合作方向的伙伴 胆子非常大 而且他们做事干脆利落 但是 他们的干脆利落 却用错了地方 那就是 这些人 喜欢找一些灰色的项目 有的甚至是涉及违法犯罪的项目 去冒险 结果 大春在和这些 喜欢铤而走险的伙伴合作之后 东窗事发 大春在被罚没了很多钱财之后 才避免了牢狱之灾 于是他的家庭就越来越衰败了 五 第四个人 暧昧好色的异性 七十九岁老人说 让大春的家庭彻底崩溃的 是因为他家里常来一些暧昧好色的异性 大春在事业春风得意的时候 经常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群 而几个喜欢暧昧好色的异性 也成为了大春的朋友 经常来大春的家里 吃喝玩乐 嬉闹作乐 大春还经常带着他们 出入一些酒局饭局 最后 甚至和这些异性 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渐渐的 大春的钱财 就被这些人耗走了不少 更致命的是 大春和其中的一个女子 因为有了非婚子 结果被对方弄得自己婚姻解体 子女也离自己而去 最后落个孤家寡人 人才两空 实在也是旧游自取啊 做人 总想自己要出人头地 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也是值得我们好好追求的 但是 人生路上 总有一些人 做事没有条理 遇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时 却没有分清形式 结果 误入了自己荒唐的陷阱 对自己的人生走下 傻傻地拎不清 最终 人生一事无成 昨天 我和七十岁的南山老人 聊起这个话题 老人提醒我 人活着 一定要注意 人生这二大荒唐事 别傻傻拎不清 早醒悟 早出人头地 第一件荒唐事 总是以为天上会掉馅饼 一个人 要想出人头地 就一定要想办法 去付出自己的努力 人生路上 勤奋者 有思想者 往往会站在机遇的最前面 相反 一个人 如果天天想着天上会馅饼 从而沉迷于自己创设的富贵乡里 过着胡思乱想的生活 那么 这个人 必然会在人生的路上 跌得很惨 到时 我们所遇到的 就不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而是天上掉石头糟糕之事了 其实 天上偶尔也会掉馅饼 但是 这个机遇的馅饼 往往是掉在努力 走在人生路上的人 绝不会落在天天 躲在屋子里 胡思乱想的人身上 也就是说 机遇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如果一个人 不务正业 总是想一夜抱负 或者天真的以为 有贵人相助 那么很不现实的一件荒唐事 对于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早点醒悟 然后 去努力奋斗 我们才能尽快地 实现自己 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啊 第二件荒唐事 总认为天涯何处无芳草 一个真正能够出人头地的人 情感生活 一定的幸福美好的 如果一个人 在自己人生路上 碰到了自己心仪的异性 并想和对方结为 情境之好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 真心地付出自己的努力 去好好地付出自己的情感 去努力为对方着想 为了彼此美好的未来 而打拼 一个人 要想真正地出人头地 实现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 真诚而努力地对待 自己心仪的异性 就非常重要了 相反 如果一个人 为了自己的事业 碰到自己心仪的异性的时候 没有真心实意地对待 总以为天涯何处无芳草 从而一再错过了 美好的因缘和爱情 那么 等待我们的 将是青春不在 甚至是人老珠黄 依然孤独独行的无奈 所以 人生路上 总认为天涯何处 无芳草的荒唐事 我们一定要早点醒悟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而错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从而让自己的余生 过得孤独和荒凉 借出去的钱 就别去催要了 有人说 借钱 最能看清一个人 起初 我对这句话不以为然 因为亲朋好友之间借钱 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是后来 我对这句话的感触越来越深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开学时 需要交那几千块钱 那时候 几千块钱 就是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 可是 我们家里 有三兄妹 并且都在读书 交学费的事情 就难住了母亲 母亲在开学前夕 回了一趟羊架 想积个舅舅借钱 我的三舅舅家里 几十万的存款都有 但是他一口 回绝了母亲 他对母亲说 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 读不起就算了 早点去打工 还能够多赚钱 后来 外公拿了一千块钱给母亲 才没有让母亲空手而回 到了年底 母亲卖了两头猪 带住一千块钱去了 外公家 当母亲把钱 递给外公的时候 他说 说是借钱给你 其实 我也没有打算要回来了 你就别海了 后来 母亲说起这件事 让我明白了外公的本意 也就是说 一个人既然愿意借钱给你 就没有打算催要你还钱 或者你不还钱 他也能够接受 一个人不愿意借钱给你 就是你能做到有借有悬 他也不会借钱给你 他怕你还不起 或者打心眼里 看不起你 事实上 真正愿意借钱给你的人 并不会很多 甚至一个都没有 别看陪你一起吃饭的人很多 像你敬酒的人很多 那是因为 你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别人想要巴结你 仰望住你 如果有一天 你变穷了 负债累累了 你才知道 身边没有真心朋友 以前喝酒吃肉的朋友 都是虚伪的 你的亲戚是某种仪式上 必须出现的人 但是亲戚不会随便帮你 善良的亲戚 在你穷的时候 是可怜你 随便施舍一点点钱给你 更多的亲戚是旁观者 对你的家庭情况 才懒得过问 或者假惺惺问疑问 并不会伸手拉一把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愿意帮助亲戚朋友 那么你就要懂得 借出去的钱 就别去催药了 一方面是有的人 真的很穷 他就是再过很多年 也还不起 有的人根本上 就没有打算还钱 你去讨药 估计要碰一鼻子灰 我的同事张豆文 去年妻子生二胎 可是生孩子的时候 遇到了难产 前前后后花了七八万 因为家里穷 医药费都付不起 他找到我 和我聊了很久 然后小声地说 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我问他 你要多少钱 他说 你能借多少 就借多少吧 我想了想 借给了他五千块钱 大家都是同事 低头不见抬头线 不能做得太绝情了 一晃就过了几个月 张豆文对还钱的事情 只字未提 上个星期 单位发了奖金 我就问他 张豆文 上次借的钱 张豆文看了我一眼 大家都是同事 天天在一起 你还怕我跑了不成 他的意思是 我不应该问他要钱 是我太不重感情了 总有人 借钱的时候装孙子 还钱的时候变大爷 借钱的时候 低声下气 真的借到钱了 人都找不到了 我的同学豆文章 前几年在东莞打工 后来想开工厂 就到处找人借钱 有的人借了几万块钱给他 他就承诺可以座位入股 以后可以分红 豆文章在同学群里 宣传了自己的开工厂计划 还向同学挨个打电话 很多同学都借钱给他 我也借给他两千多 我想他开工厂的事情 虽然说得很有前途 但是以后能不能产生效益 还是个问题 做生意是有风险的 豆文章的工厂办起来了 还请很多人去东莞庆祝了一番 但是工厂从未赚过钱 后来就关门大吉了 人也失踪了 上个月 豆文章回到了老家 好几个同学都找他要钱 他说 当初你们愿意借钱给我 还不是想要分红 现在好了 你们就对我落井下石 你们才是见钱眼开的人 以后大家不是同学 连熟人都不是 借钱给豆文章 结果我们个个变成了 见钱眼开的人 我们才是犯错误的人 欠债还钱 天经的义 可是豆文章却耍赖皮 他没有钱 可以说明情况 可以逐步归还 但是不愿意面对欠钱的事实 就是老赖了 回头一想 我是最幸运的人 我借两千块钱给豆文章 压根就没有想到 他什么时候会还钱 如果他不还 对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大损失 就算我花一点小钱 去看清一个人的心 事实上 很多朋友 本来是热心肠的 是愿意借钱 给其他朋友的 就是因为那些借钱 不孩的人 让整个朋友群 都失去了信任 俗话说 一粒老鼠时 毁掉一锅汤 如果你身边有那摩 一两个不讲信用的人 那么你对任何亲戚朋友 都不再信任了 都害怕借钱给他们 因此 在借钱给别人的时候 你就要抱住一种 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的态度 不去讨要了 愿意还钱的人 不要你去讨要 也会还给你 不愿意还钱的人 就是去讨要 也是自讨没趣 真的不必让自己 那么被动 别因为借钱的事情 弄丢了自己的好心情 记得有一次 一个同事 在向人要账的时候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借钱给你 你不还就算了 我就当这些钱 送给你买要吃 这句话非常狠毒吧 但是人心却更狠毒 连骑马的人意道德 都不要了 脸皮都可以随便撕破 借钱 常常让朋友反目成仇 让亲戚形同陌路 不到万不得已 你别找人借钱 太看人脸色了 既然你愿意借钱给别人 就别去催药了 太令人心寒了 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 是用最大的善意 对待这个世界 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 是用最大的善意 对待这个世界 善良永不过时 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 都要对这个世界心怀善意 以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对待世人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十全十美 有美好善良 也有丑陋卑鄙 有人善待你 有人打击你 有的人把你当朋友 有的人把你当敌人 无论你怎样修养自己 无论你有多少美德 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讨厌你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有宫廷 面对生活的不公正 你再多的愤怒抱怨 生气都无用 唯有让自己变得优秀强大 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才是正确的生活态度 我们的一生 经受了太多的不如意 失忆 失败 打击 报复 还有屈辱 生活的无情和冷漠 改变了太多的人 有的人变得面目全非 有的人变得冷漠无情 有的人变得油腔滑掉 有的人变得阴险狡诈 这就是现实的冰冷 这世界上 只有一种人最值得钦佩敬福 宁教天下人赴我 修教我赴天下人 无论生活给我怎样的 不公磨难屈辱和打击 始终保持自己的初心 把善良进行到底 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永远是好人最难做 菩萨最难当 有人说 人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所谓生米恩 豆米愁 雪中送炭 别人会感激你一辈子 如果太慈悲 总是无私奉献 会有人把你的帮助 把你的付出 当成了理所当然 当成了心安理得 一旦你不再付出 或者你帮助了别人 那个受你恩惠最多的人 就会心中不平 甚至怨恨你诋毁你 一个人对别人太好 往往最难做人 对家人太好 家人会认为你的付出 应当而该 一切都会依靠你 你做得不好 会挑剔你 你做得好 认为是理所当然 当你有一天病了 做不动了 家人就会有意见 却从不会想到 你的不义 对你表示感激 一个人帮了别人一次 别人也许会感激你 当你总是廉价的付出 无私的奉献 有的人会认为你傻 有的人会认为你孤名调育 有的人会另用你 当你不再付出 有的人就会对你的行为 指指点点 甚至认为你以前的好 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 这就是好人难当 所谓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是本分 一个人怎么可以过分要求别人呢 这个世界上 好人最难做 菩萨最难当 只有好人和菩萨 才最可怜 明明不计得失的付出 却总是被贪得无厌的人 别有用心的人 说得一无是处 世界上的人都想以最小的成本 获得最大的利益 到了菩萨面前 不过烧了三根香 供养了两根香蕉 至多在供养二百元钱 就希望菩萨保佑自己升官发财 保佑自己全家平安顺利 一切如意 自己明明没有好好做人做事 却愿菩萨不灵没有保佑你 可见最受冤枉的是菩萨 这个世界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讨厌你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不可直视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人心 人心看不现摸不住 却往往深不可测 给你无情的伤害 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怎样善良 修养多深 道德多高 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讨厌你 喜欢你的人 是看到你的优点 也许三观相近 有共同的语言 讨厌你的人 就逃不开 羡慕极度恨 一个人人品越高 道德越好 为人越善良 在得到别人肯定 赞美的同时 也更容易昭黑 你的口碑 也许会引起别人的不快 甚至成为别人路上的绊脚石 眼中钉 当然有的人就要诽谤你 抹黑你 打击报复 你 还有一种人 羡慕得别人比自己好 看到你就会不痛快 甚至把你贬得一无是处 讨厌你 冷落你 这就是人心的可怕 人和人在一起 永远逃不开 是非恩怨 爱恨情仇 哪个人前 无人说 哪个人后不说人 这个世界上的是非曲直 永远是搞不清楚 弄不明白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虽说是非自有公论 公道自在人心 但受到伤害的人 有谁能体会到那些 不该承受的痛苦 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能够保持自己的初心 坚持把善良进行到底 就要有强大的心理 无惧世俗的眼光 喜欢你的人自喜欢 讨厌你的人自讨厌 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站得直立走得正 就要笑面人生 无惧无悔 心怀感恩 你才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你的心灵如何 看到的世界就如何 你的内心充满阳光 就会看到 这世界上的鸟语花香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和敌意 就会看到 这世界上的冷漠和无情 心怀感恩 你才看见 这个世界上的美好 一个人能够心存感恩 对别人的好始终记得 就是做人不忘本 所谓受人滴水之恩 荡永泉而相报 记得别人的好 记得别人的恩 你的心灵中 就会充满温暖和感激 你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感受到的是人世的美好 心灵的善良 心怀感恩 就能够人心换人心 别人救济了你 帮助了你 并不是义务 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是本分 举手之劳 也是别人心怀善良 才愿意帮助你 能够感恩别人 包容伤害你的人 就是你的修养和道德 就是你最好的善良 就是给自己的内心世界 种上了爱的种子 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 是用最大的善意 对待这个世界 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世界的丑陋 受到了无情的伤害和打击 没有对这个世界失望和怨恨 依然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 活着 每一个人都难免伤害别人和被别人所伤害 每个人都要承受来自人世的痛 有时候伤害我们的往往是自己最亲的人 如果你对每一个人都不原谅 这世界上就真的没有几个人 可以值得你去爱 值得你去信任 如果你的内心总是被伤害和仇恨所充满 你的世界就是荒凉和黑暗的 人这一生 需要边走边扔 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 忏悔自己的过错 改变自己的行为 放过别人 也放过自己 心怀感恩 记住别人的好 忘记别人的错 善待自己 也善待别人 生活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不要丢掉人世的善良 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 善于和领导打交道的人 有这几个特征 人在职场 流行这样一句话 领导说你行 你就行 领导说你不行 你再行也不行 可见 赢得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是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一个善于和领导打交道的人 就算一开始很不起眼 但到后来 总能凭借着和领导关系好 而得到器重 一 坚持自己的为人处事底线 给领导留下靠谱的印象 职场中 绝大部分人 为领导马首是瞻 凡事都顺从领导的思路 实现领导意图 这样百依百顺的下属 领导自然是喜欢的 但同时也是鄙夷的 毕竟 如果所有人都无法开展创造性工作 都没有一技之长 也就意味着 领导会成为最辛苦的人 他必须通盘考虑 必须实时在线 以防挂一漏万 所以 真正充满智慧的人 总会想方设法招贤那事 借用下属的聪明才智 为自己效力 而真正懂得与领导打交道的人 也会亮明自己为人处事的底线 让领导佩服不已 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 起初并不出名 经吴子虚引荐给吴王和驴后 被要求亲自演练一番 吴王和驴命令孙武用妇女来操演 将后宫中一百八十名美女交由孙武指挥 想看看这位会写兵书的人到底有何真本事 孙武将他们分成两列队伍 任命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人为队长 他一再讲清了操演的程序和纪律要求 就用鼓声来指挥他们向左向右 起力跪下 可美女们看着一本正经的孙武 只觉得好笑 嘻嘻哈哈不服从命令 于是孙武命令将两位领队的美女斩首 以警校友 吴王对此大惊失色 赶忙命令他手下留情 但孙武却表示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并按照军法要求 决然斩首了两队队长 等他再次操演时 吴义人不听从命令 且动作整齐划一 吴王而不胜 由此 吴王何驴认定 孙武确实是个善于用兵的人 就任命他为将领 加以重用 人在职场 首当其冲的 是要让自己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人 因此 百倍努力 练就本领并不值得称道 而是立足下来的必修课 最重要的 是要善于抓住机会 让自己的才华在领导面前得以展示 就像孙武一样 也许是某一次被故意刁难 也许是某一次临危受命 但不管情况如何糟糕 都能用所学之长 轻松化解难题 从而一战成名 由此进入领导视野 这便是成功的起点 二 利用专长帮领导分忧解难 成为领导以重的左膀右臂 身为领导者 自然无法是必轻功 靠的是团队的力量 是得力干将 发挥出的中流砥柱作用 真正善于与领导打交道的人 并不会想方设法 去揣摩领导的心思 而是设身处地 站在领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将本职岗位应尽的职责 做到完美无缺 如同被吴王和驴重用后的孙武 他深知吴王和驴的愿望 是称霸诸侯 也就尽心竭力辅佐 用自己日渐成熟的军事思想 去引导吴王和驴爱惜民力 赢得人心 从而实现养精蓄锐 威慑一方的目的 在孙武 吴子虚的精心辅佐下 吴国势力日渐强盛 吴王和驴实现了称霸诸侯的梦想 孙武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军事家 从孙武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来 在职场想要赢得自己想要的地位 必须要可利用的价值 任何一个领导 最看重的人 都是能够切切实实帮助自己分忧解难的人 能够成为自己左膀右臂的人 因此 当你不被领导重视的时候 先不要急着指责领导偏心 而要先反省自己 是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素质 能够以过人的才华和风营的智慧 足够辅佐领导 乘风破浪 更上一层楼 三 懂得功成身退 不与领导争功名 历史上 很多名人故事告诉我们 半君如半虎 唯有懂得功成身退 不与领导争功名 才能得以善终 就拿孙武来说吧 在他和吴子虚的策划下 吴王夫插继位后 吴国的争霸活动仍然高歌猛进 一举打败了强劲的对手 岳王勾剑 看着蒸蒸日上的霸业 吴王夫差开始变得自以为是 他不听吴子虚的建议 同意了岳王勾剑的求和 对于孙武 吴子虚提出的岳王勾剑 一定会伺机报复的警示置之不理 还大兴土木 重用奸臣 逼得吴子虚自尽身亡 看着好友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孙武备受打击 也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吴国已经不可救药 于是他悄然归隐 著书立说 最终写成了巨作《孙子兵法》 并使之得以流传后事 成为兵学圣典 孙武的故事告诉我们 当领导登上了某个高度 其发展方向和行为做法逐渐背离了初心之后 就不要再舍命陪君子了 正所谓道不同 不相与谋 既然领导不再需要自己献计出力了 也不屑于自己的才干了 那就不如就此作别 各奔前程吧 虽然不一定会再创辉煌 但至少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 得以善终 人在职场 想要赢得领导的尊重 认可和器重 睡难也不难 说容易也不容易 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 把分内的事做好 让自己的才华匹配得上领导的要求 一个人不争名 不夺利 只求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这种大格局 自然就让人心生感佩 也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狠毒的一段话 却说得很真实 道尽了人生 人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 求生存源于本能 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求色欲源于本心 是为了繁衍后代 至于人生意义 其不在本身 因人是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所做的一切 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本心 无论是物质领域 还是精神领域 他只要是出于私 那他所做的一切都将随住 生命的结束 而化为乌有 人的生命 源于天地造化 其意义在于造化的主 说白了 人与世间所有受造之物一样 都是上苍 能的体现 我们只要按照最基本的 本能 好好地活着 不去做阅格的事 不去想虚妄的事 就像老子那样 求最基本的生存 只为度负 不为膨胀的欲望 求与天道同行 不求虚伪的名语力 这就足够了 之前一直追剧安家 原因是他比较贴近现实生活 其实人生中的婚姻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有人向往一辈子不吵不闹的婚姻 也有人羡慕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夫妻 夫妻吵架起因无外乎因钱 感情 教育孩子等问题 事实证明多半是会理顺的 曾经见过一则报道 一对分闯五十年的夫妻 从不吵架 红脸 在外人看来恩爱幸福 具有讽刺意义的竟然 年年被为模范家庭 所以说 别人的幸福指数如何 夫妻合适不合适 只有天知道 好的婚姻在夫妻之间 是需要互相交流和分享的 如果都因为工作和孩子 以及琐事 而忽略了双方的沟通 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人到中年 周围看到了年轻时 看不到的无奈 但婚姻一定是需要精心维护 好好经营的 这其实是家庭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环 古人云 心中若有桃花源 何处不是云水间 只要我们怀揣梦想 笃定前行 用简单 甜蛋之心来装点自己的生活 日子肯定会一天 更比一天过得好 人生知足常乐 不要背负太多 欲望多了 余生的路 我们就难轻松前行 人活在这个世上 本来就不是来享受的 要生存 要生活 为自己 为家庭 事情忙不完 有苦有泪是常态 人生路曲折坎坷 一路前行 风雨兼程 见识了人生百态 领教了事实艰难 尝遍了酸甜苦辣 体会了人情冷暖 人年轻的时候 往往对事情想不通 看不开 放不下 雾不透 当想通看开了一点 放下雾透了一些 往往已经是垂暮斜阳了 时光不老 岁月悠悠 当走在了变老的路上 许多事情 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看淡看开 也是事所必然 家庭不合目时 多半是这三种人 在窝里斗衣 古人说 人不合 家必败 一个家庭 唯有人人都出力 朝着一个方向出发 才能越来越富 若非如此 家庭就会走下坡路 愿望如彩虹一样美丽 但是行为 却如小人一样丑陋 如果你在家里 常常觉得事与愿违 就要反思自己 观察身边的人 是不是有小人的行为 很多的烂人烂事 并不是外人给的 而是家庭内耗引发的 如果不跳出家庭 看家庭 就无法看明白 通常来说 家庭不合目时 多半是这三种人 在窝里斗 需要改正 二 第一 一家之主的偏心 导致利益分配矛盾 人心与人心之间 总有一架无形的天平 一旦失去了平衡 心里就会隐藏一股 无形的气 农村有句土话 很多人不是病死的 而是气死的 气从哪里来 多半是牵扯到了利益关系 并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获利太少 同时怨恨对方获利太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我 小时候家庭非常贫困 父母为了供养三个儿女读书 想了很多办法 养猪 种水稻 伐木等 父母都会去做 但是收入不高 当我初中毕业的时候 母亲说 能够考上中专的人 就继续读书 其他人就去打工 三个儿女中 只有我考上了中专 而哥哥姐姐都去了东莞打工 当初 哥哥姐姐都没有闲话 现在 父母都年老了 哥哥姐姐就常常说 父母在读书这件事上 很偏心 赡养的事情 他们不应该承担 另外 父母把农村的财产 全部给了我的哥哥 导致姐姐很不满 有道事 上粮不挣 下粮歪 作为一家之主 在孩子年幼的时候 说什么都管用 当孩子都长大了 仍旧武断说话 就不管用了 对于家庭里的利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能协商处理 而是一家之主说了算 内心的气就会冒出来 并且持续增加 也许家庭利益 也许家庭利益不是很大 父母也没有万贯家财 但从儿女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笔不劳而获的财富 随时都惦记住 期待住 失去平衡的内心 让家庭内部出现勾心斗角的事情 三 第二 女婿 儿媳的枕边风 挑拨家庭内部关系 古人说 枕边有鼓风 一吹一个准 很多家庭 年轻人没有结婚之前 很和气 一旦结婚了 矛盾就出现了 婆媳矛盾 是很多家庭里头痛的事情 作为公公婆婆 帮忙带孙子 媳妇觉得莫带好 不帮忙带孙子 媳妇觉得太绝情 真的左右为难 如果媳妇挑拨两代人的关系 那就更难相处了 另外 女婿对娘家的态度 也很重要 按照传统习俗 女婿也是半个儿 在《御氏名言》 《地诗卷》里 有一个叫倪善记的男人 结婚之后 父亲做主 分了很多家财给他 按理说 只要用心经营 倪善记就能过上好日子 但是他却一直盯住 父亲名下的房子和田土 希望所有的家财都归他一个人 母亲过世之后 倪善记的父亲二婚 还养了一个男孩 背地里 倪善记议论 父亲老不正经 婚姻有名无实 一定要出丑 另外 父亲肯定会把家财给外人 太可饿了 父亲过世之后 倪善记夫妻原形毕露 把继母和弟弟赶出去 最后 继母和弟弟去官府告状 家庭财产的分配问题 才得到妥善处理 老祖宗告诉我们 要夫畅夫随 夫畅夫随 两口子一起去劳动 就会发家致富 可是 有的夫妻 宁愿一起算计大家庭 也不愿意自立 把日子过返了 家庭里 添加了儿媳 女婿 本是如虎添翼的好事 如果枕边风太多 就变成了一根刺的坏事 四 第三 你自己的心眼太小 看谁都不顺眼 有一种人 格局很小 宁可我富人 千莫人富我 家庭很好 就像一片花海一样美丽 但是 你却看不到花朵 只看到一片凋败的花叶 比方说 兄弟姐妹在城里买房子的时候 父母给每个人两万块钱 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 你却认为 哥哥更富有 凭什么 也要得两万块钱 矛盾 在你的内心生长 让你夜不能寐 鼠目寸光的人 眼界从来没有走出家庭 因此 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有多大 只知道 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到底要归谁 兄弟姐妹变富了 你仇富 父母给你钱财 你嫌弃太少 亲人借钱给你 你不懂感恩 种种好事 在你的眼里 都是坏事 五 如果一个家庭 出现了窝里痘 应该如何改正 解灵还 虚系灵人 任何矛盾 从根源去拔除 就能长治久安 其一 作为一家之主 要公正处理问题 遇到利益分配的问题 可以请大家 围坐在一起 多沟通 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再做出决定 一些棘手的事情 可以多次沟通 或者制定处理事情的原则 按规矩办事 其二 作为年轻夫妻 要恩爱 要一起去奋斗 减少对大家庭的依赖 枕边风的问题 自然会减轻 涉及到大家庭的矛盾 夫妻要形成公正的意见 而不是一己之见 小家庭 要服从大家庭 其三 常常反思自己 分清家内和家外 矛盾面前 你扪心自问 错在哪里 为食膜会生气 自己有没有争气 自己犯错了 应该如何道歉 尽量把问题 放在自己身上 其四 年轻人要教导和理解父母 时代在变 但是很多年迈的父母 跟不上节奏 当父母糊涂的时候 年轻人要指出问题 万一问题无法纠正 就选择包容 毕竟 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 吃父母家的饭长大 这份恩情 永生难报 俗话说 只为家庭缺和气 同知一数盼容哭 只要家庭不和睦 矛盾发生之后 就会引起外人的欺负 也会变成社会上的笑话 每一个人都要保持清醒 愿你我 家和万事兴 十一月再见 十二月你好 好好生活 好好爱自己 对于南方人来说 在十一月结束的时候 终于迎来了冬天 前几天 还是穿着下装的人们 久违地体会到了寒风凛冽 急忙翻出了棉袄 寒雨绒服 欢欢喜喜地穿上 季节的轮回 告诉人们 再好的东西 也要适可而止 不能长久地拥有 未必是一件坏事 春夏秋冬 各有各的精彩 交替更迭 才能孕育精彩 在这岁末时节 告诉自己 好好生活 好好爱 一 这一年 千辛万苦 都在用力活着 过去的十一个月 你活得累不累 或许 我们都不愿面对这个问题 有人觉得太矫情 有人觉得是闲得无聊 成年人的世界 哪有容易二字 日子不就是这样 一天天咬紧牙关熬过来的吗 是啊 只要你出门看看大街上 形色匆匆的路人 你就会发现 生活过得艰难且痛苦的不止 你一个 不管是身着职业套装的白领 还是身着各种工装的蓝领 每个人似乎都在何时间赛跑 赶着出下一个方案 赶着做下一单生意 赶着搭乘最后一班地铁 每个人都在用力地活着 肩膀扛不起的 用背顶起 双手拿不起的 手脚并用 只要自己没有累倒 没有病倒 就要在每一天里 尽可能多做一份工 多赚取一点收入 让自己变成工作机器 又何妨呢 其实 你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吧 哪怕只是吃一次麻辣烫 买一条郁寒的围巾 谢谢自己的坚持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那些所受的伤害 怎能美化成魔力 我们没有必要去感激 因为真正要感谢的 只有挺过种种困恶的自己 所以 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喜去满身的疲惫 迎着明日的朝阳 或许还有寒风 照样高高兴兴地出门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千万不要放手啊 二 心怀美好 终能迎来一切美好 道德经中有言 西言自然 故飘风不中招 咒语不中日 意思就是说 狂风吹不了一整晚 倾盆暴雨下不了一整天 由此 你必须要相信所有的苦难 都有一个期限 而且并不会很长 也就不妨挤出力气 告诉自己 再坚持一下 心怀美好 一切美好将不期而至 北宋辞人苏氏 可谓一出道 就是巅峰 他二十岁 参加科举考试 因文采斐然 被主考官欧阳修 大家赞赏 在一众文坛领袖 兼政坛领袖的推荐下 很快 他声明确起 深得仁宗皇帝 气重 所有人都认定 他问鼎丞相之位 是迟早的事 然而 随着神宗重用 王安时推行变法 苏氏作为守旧派 不为变法派所容 他只得主动申请外访 后来 又因司马光反对变法 苏氏对一些过激的措施 也鲜明地表示反对 也不为守旧派所容 他遭遇了乌台事案 差点命丧皇权 他一再被贬折 只为低微德成为边外人员 然而 纵然命运虐他千百遍 他依然写道 逐杖盲邪轻圣马 一缩烟与韧停生 悠悠天地间 人活着 并不是一味地沉浸在 糟心与闹心之中 而是为了体验人间的美好 不如意的时候 不妨学一学古人的矿答与洒脱 静下心来做一顿饭 打扫一次卫生 你会闻到饭菜熟食的香味 你会听到窗外雨滴落下的声音 当你的心能够感知这些细微的美好时 生活就会一点点好起来 三 过日子何须炫耀 松弛与释放才最重要 一位作家说 不必胶着 他是去过自己选择的人生 每每自己受困于某事 焦头烂额之际 密密麻麻的痛苦过后 似乎是难得的清醒和放松的时刻 打个比方说 受制于客观原因 很多孩子只能在家上网课 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自家孩子爱学习 能自律 线上和线下上课 差别并大 问题就在于 太多的孩子管不住自己 不是听课的时候 三心两意 就是下课之后 沉溺在网络中 让父母又急又气 几天的对峙下来 亲自关系处在崩溃的边缘 相互看不顺眼 家里充满了火药味 且不要说共同学习 连基本的交流都无法进行 到了这步田地 家长还有必要苦苦相逼吗 不如放低要求 放松心情吧 这段宅家学习的时光 除了学习 可以学做家务 搞好体育锻炼 体验社会生活 这些无字的书 也是人生的必修科目 其实当家长和孩子都松弛下来 亲子关系和谐了 孩子的学习自然也就上去了 歌曲愿你中写道 愿你三冬暖 愿你春不寒 愿你雨天有伞 愿你梦能安 是啊 生活沉闷且冗长 我们总要让自己满怀憧憬 期待美好 挥手和十一月作别 深情和十二月相拥吧 用尽全力 去书写属于二二 二最后的精彩 开启二二 三展新的篇章